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王一博带女友去遇爬山 王一博泰山师身份证传闻澄清,电影人鱼圈圈筹拍玉祖。 假期由网友爬泰山,听到广播喊王一博身份证掉了,说王一博带女朋友去爬泰山了,笑死。 这个王一博应该是同名同姓的,不是王一博本人,他最近忙着跑电影录演,肯定没空去爬泰山。 他五一这部电影票房还可以,虽然没有达到预期,但相比较其他电影,五一档第一名还是比较稳的,今年五一档电影市场不算大热。 网络上风转一则消息,称知名演员王一博在泰山游玩时不慎丢失了身份证,并有网友声称目击其与女友一同攀登。 然而,这一说法很快就被证实是误传。 实际上,王一博近期一直忙于电影录演,行程紧密,根本无暇前往泰山。 尽管五一档期电影市场整体表现平平,但王一博参演的电影依然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,稳居五一档榜首。 尽管如此,王一博并未因此松懈,而是继续投身于新的电影项目中。 其中备受关注的电影《人鱼圈圈》却遭遇了资金困境。 据悉,该片原定计划已久,但由于投资人突然撤资,导致项目陷入停滞。 王一博作为主演之一,对这部电影倾注了大量心血,去年甚至亲自担任制片人,与多位投资人沟通洽谈。 然而,目前看来《人鱼圈圈》的开机日期仍然遥不可及。 针对网络上《关于人鱼圈圈》以秘密开机并杀青的传闻,王一博方面予以否认。 他们表示,由于资金问题尚未解决,剧组无法正常运作。 至于何时能够凑齐投资并开机拍摄,目前仍是个未知数。 因此,即使粉丝们纷纷向导演询问开机事宜,也得不到确切的答复。 面对困境,王一博并未放弃。 他表示将继续寻找新的机会和项目,努力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 同时,他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予人鱼圈圈更多的支持和鼓励,相信这部电影最终能够克服困难,顺利完成拍摄。 在感情方面,王一博目前仍保持单身状态。 虽然外界对其恋情猜测不断,但他始终未公开回应过相关问题。 对于粉丝们关心的感情问题,王一博表示将以工作为重,暂时不考虑其他事情。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并支持他的选择。 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。 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